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数据,德国人在2023年平均工作1343个小时,是OECD中最少的,而台湾则高达2019个小时。 因此,台积电到德国设厂欧基电,不仅要面临工作文化鸿沟的折冲,更可能会遭遇工时长短的问题。 德国当地工会推动缩短工时的运动,各行各业的人也提倡放松的重要性,认为这能解决职业倦怠、家庭破裂和低生产力的问题。 这种趋势让经济学家和政府感到不解,他们担心这种懈怠的态度可能会对停滞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尤其德国还正面临世上最严重的缺工问题。 德国人工作态度转变,他们开始正视工作和生活间的平衡,而台积电近期在德国举行晶圆场的动土典礼,可能就会先面临这种工作文化差异的问题。 先前台积电的美国厂就传出职场文化冲突,美国厂员工甚至抱怨台积电是地球上最糟糕的工作场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高工时。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的首座厂,预定2025年上半年开始以4奈米制程技术量产。 台积电多次在法术会强调,相信一旦晶圆场开始量产,将能够在亚利桑那州的每一座晶圆场, 提供与台湾晶圆场相同水准的制造品质和可靠度。 台积电先前4月已证实,首座晶圆场取得重大进展。 该晶圆场已于4月进入,采用4奈米制程技术的工程晶圆生产,Engineering Way for Production。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9月上旬传出市产新进展。 新厂4月工程晶圆市产良率外传媲美台湾南科厂。 对此,台积电重申,专按照计划进行,且进展良好。 由于台积电美国新厂,今年4月市产迄今,良率快速追上南科晶圆场。 业界认为,该首座新厂,今年内有机会力拼完成所有量产准备, 若准备顺利甚至有机会超前公司设定的2025年量产目标。 业界传出,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今年4月开始工程晶圆市产。 良率以多次达成和南科晶圆18厂相同水准,表现与进度大幅超出预期。 为此,厂区特别庆祝达成里程碑,赠送该厂员工甜点圈与蛋糕甜点等。 台积电当时指出,获得美国客户的坚定承诺和支持,并计划设立三座晶圆厂,这有助于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 依据台积电说明,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厂,除了3奈米,已将延伸至2奈米以支持强劲的AI相关需求, 并已完成第二座晶圆厂上梁,预计2028年开始生产。 台积电月前已宣布,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建造第三座晶圆厂,采用2奈米或更先进的制程技术, 预计在21世纪20年代底,大约2029年至2030年生产。 对于台积电美国新厂布局在传出进展, 法人认为,台积电最先进制程,根流台湾且优先量产, 长期整体海外产能计划稳定拉升,包含日本、德国、美国新厂等将先后加入营收贡献, 有望使台积电2028年长期海外产能达到总产能占比的20%, 甚至将按海外补助投资进度而更高。 台积电是在2022年12月首度宣布扩大美国新厂投资, 从120亿美元投资扩张,预计总投资金额到约400亿美元, 并在2024年4月再宣布加码美国设第三场, 使投资降于650亿美元。 台积电并和美国商务部共同宣布, 双方已签署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初步备忘录。 基于晶片与科学法案, 台积将可获最高达66亿美元直接补助。 台积电在二季度法说会上还重新定义了晶圆代工, 原因是IDM厂商介入代工市场, 晶圆代工界限逐渐模糊。 同时,台积电与三星也进入先进封装, 英特尔不论内外客户都采先进制程, 也会用到先进封装, 甚至部分产品也交给台积电代工, 与纯晶圆代工有差异, 必须扩大晶圆制造产业, 初始定义到晶圆制造2.0。 台积电强调, 新定义晶圆制造2.0产业规模, 2023年近2500亿美元, 较就定义1150亿美元更高。 预测2024年, 晶圆制造产业同比增长近10%, 2023年台积电不计记忆体的逻辑半导体, 制造的晶圆制造2.0施战率将达28%, 台积电强大技术领先和广泛客户支持, 这数字2024年会继续增加。 至于最近市场, 单系辉达GB200Bianca NBL36可能推迟上市, 是因Bianca散热装置运算过热, 导致四伏器机架出货量减少。 Bianca主要组装商鸿海尚未说明, 但辉达重申B200HGX四伏器出货时间表, 机架系统第三季末开始。 散热问题可能只是大规模生产前的供应链问题, 两三个月内就会解决。 外资投行指出, GB200出货时程未变, B200HGX出货说不定还因转换更容易, 第四季提早现身, 因此看好台积电后续营运表现。 台积电先进制程接单强强滚, 在苹果iPhone16系列新机迈入上市前密集备货期, 挥达H系列晶片, 持续扩大出货, AMD与高通AIPC处理器放量, 以及AMD MI300 AI晶片放大投片量压筑下, 分析师陆续调高台积电展望, 不仅本季美元营收拼在超标, 2024年业绩年增幅也将优于预期。 总计台积电受惠苹果、AMD、 徽达、高通等四大客户, 六款热门晶片投片量, 源源不绝易住, 带动下半年营收集拉。 2024年整体营运将比预期更强, 全年营收年增率, 渴望由公司原预期的26%至29%, 调升至三成以上, 上看31%至34%。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单一客户讯息。 不过, 广为外界熟知, 台积电为iPhone16系列新机处理器独家带工厂, 相关订单将成为三奈米家族制程最大出海口。 尤其今年, iPhone16系列渴望全面采用全新A18与A18 Pro处理器, 而非A18一款新晶片搭配前一代的A17处理器, 更能显著带动先进制程用量与需求。 法人分析, 全球有近2.7亿只iPhone机领余四年, 若在今年太旧换新, 需求超乎预期, 台积电下半年营运收回新机备货, 将较上半年显著走强。 除iPhone16系列新机迈入备货望迹, 汇达虽传出最新Blackwell平台AI晶片大量出货失程延后一季, 为既有Hopper平台H系列AI晶片需求持续强劲, 汇达也扩大头片, 同步引爆台积电先进制程接单热转。 另一方面, AMD高通这两大客户也锦上添花。 其中, AMD高通在AIPC业务获力全开, 近期纷纷扩大下单台积电。 AMD AI晶片业务更是传来喜讯, 上修今年MI300 AI晶片营收预估, 执行长苏思峰高呼, AI晶片需求超乎预期, 业界预料也将更依赖台积电先进制程支援。 台积电高度看好AI后事, 董事长魏哲嘉于今年4月的把说, 会议上修AI订单能见度与营收占比, 其中, 订单能见度从原本预期的2027年拉长到2028年。 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领先, 持续享有领先者红利。 法人看好, 台积电和全球多数AI应用公司合作, 随着相关需求成长, 有望带动营收获利成长, 外资法人近期纷纷上修台积电AI应用营收中长期预测, 估计至2028年, AI应用将达台积电总收入35%。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